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ve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Hi 大家好 我是曼妮 今年快过了 现在已经12月中 回顾今年 我们有一段日子过得还蛮惊慌的 但是随着步入后疫情时代 我们要准备迎接崭新的2023 让我们在倒数的这一个阶段 每一天都可以用充满爱的日子来迎接 今年的圣诞节 我想要带大家来做烤鸡餐 我相信大家很久没有团聚了 而这个团聚的感觉 是可以凝聚家人的爱 朋友之间的爱 我曾经教过大家烤全鸡 这一次我要示范的是用我们善良黄金鸡腿 有两只大鸡腿来做 善良黄金鸡是我们合作社指定释养的鸡 从很小的小鸡开始养 然后在六周之后就开始为生产者 他自行采购的飞鸡杆玉米黄豆 然后再搭配一些维生素矿物质 跟氨基酸的原料的饲料来做 大概养13周 烤鸡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 方便大家使用 而且烤全鸡的时间会比较久 那大家看到我用了很多根筋类 比如说马铃薯 结瓜 然后还有洋葱 牛番茄跟茄子 就是各式各样 南瓜什么你都可以一起放进来 一起来烤 所以烤鸡腿的同时 它的鸡油溶下来啊 还可以一起烤蔬菜 通常我都是这样子的做法 然后有看到迷迭香 我自己有种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你可以用干燥的迷迭香 而且我刚刚用的那个油啊 就是我们年货预购里面的 香草橄榄油 是迷迭香那一款 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的味道就很好 像我在做类似这样的烤箱料理的时候 我一定会搭配根筋类蔬菜 洋葱啊 鸟番茄之类的 这样烤起来的味道 风味就会很好 因为我这一台是气炸烤箱 所以我有一个强风烘焙的选项 所以我只需要用到200度 然后大概30分钟就完成了 我在想一般的烤箱 可能温度需要设定在200到230之间 时间可能要再拉长 就是大家都可以测试自己的烤箱的功率大小 去延长或缩短时间 在这2022年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大家经过了 从2020到2022 这两年多三年来的 一个有点类似半封闭的一个生活形态 那么随着解封我们大家又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 真的很希望把充满爱的日子 跟世界跟梦想带给大家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